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风油精相信很多人都用过 它有清凉、止痛、趋风和止痒的效果 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一瓶 很少人知道,风油精除了有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功能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你意想不到的功能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用途一,预防废脂 夏季是废脂高发的季节 又热又湿的天气容易让人身上长肺脂 长肺脂让人非常难受 既痒又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洗澡水中低级低风油精 风油精有清凉止痒的效果 洗几次后,肺脂就会逐渐消失了 而且还能起到预防肺脂的作用 用途二,趋纹 很少人知道,风油精有驱蚊的功效 风油精中的主要成分 薄荷脑、脏脑和丁香氛等成分 有一定的驱蚊作用 蚊子非常讨厌它们的气味 我们可以将风油精 滴在一条小毛巾上 然后将它挂在床头附近 就能起到驱赶蚊子的功效 保证一整晚都没有蚊子会接近你 大家也可以将风油精 滴在风扇的椰子上 当电风扇转动时 风油精的味道也会随之散发 而且这种方法能让风油精的味道 扩散到更大范围 驱蚊效果更好一些 还能起到提升醒脑的功效 用图三 去除鞋臭 天气热的时候 人们出汗量增加 鞋子内的汗液也增加了 尤其是如果穿的又不是太透气的鞋 例如球鞋和皮鞋等 会导致鞋子中的汗液无法挥发掉 使到鞋子内有股臭味 这时候我们只需准备一些卫生纸 然后将风油精滴在卫生纸上 把卫生纸揉成球状 然后塞入鞋子内 就能帮助去除鞋臭味了 虽然不能完全去除 但是能让鞋子内的臭味大大减少 用图四 去除鞋子上的污渍 我们的鞋子穿久了 它的上面会有一些黑色的污渍 大大影响鞋子的美观 这时候我们只需将风油精滴在黑色污渍上 然后用一块布将它擦一擦 就能将大部分的黑色污渍去除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它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